我是影评人张艳拓 魔女宅集电影可以看得到 古灵精怪的少女 栩栩如生的黑猫 美丽的小豆岛风光 和一个历久迷新的成长护士 是一部非常疗愈的电影 空气军的动画 其实他比较着重在描写起起本身的自我定位 还有他经历心理成长的变化 真人电影版则是比较着重在 小魔女跟这个社会其他人的互动 真人电影版魔女宅集电 邀请恐怖片大师青水虫指导 令人期待 青水虫它虽然拍了一部很舒服的电影 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 里面在某一个镜头 你还是会觉得 他那个恐怖大师的喜好 他还是忍不住要露一首 等观众去看的时候 一定会在那个地方 可以发现这个露一首 异想世界带你经历 魔女宅集电的奇幻旅程 6月6号下午4点晚上10点半 锁定UDN TV异想世界